11月7日下午,贵州横峰志诚足球俱乐部举行了赛季交流总结会。 总结会上,俱乐部董事长文晓婷发言挽留主教练曼萨诺,希望明年还是原班人马。 同样的教练出征中超,足球报国内部主任李璇也在微博中透露曼萨诺目前去向还未确定。 足球报国内部主任李璇今年入围年度中超最佳教练的三位。 斯托伊克维奇却定在福利继续漂亮下去了。 卡纳瓦罗也找回了职角出练。 曼萨诺曼帅吗?又到了每年例行谈判季。 我为啥要说?又,难道因为中国很大? 今年5月贵州横峰制成中途换帅。 曼萨诺取代了本土教练李宾。 曼萨诺与贵州横峰的合同到本赛季结束。 因此曼萨诺接下来的趋向备受关注。 贵州横峰制成最终能够成功保级,并取得中超第八名的好成绩。 可以说曼萨诺的到来非常关键。 因此贵州横峰制成也希望留下他。 不过目前看来情况并不乐观。 有球迷向李璇老师问道曼萨诺是否有可能又是一年由。 李宣回复称可能也可能直接跳槽。 心体 有球迷往了一年。 你还好有意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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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澳门诺这个城市。 你还好有意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